經濟午餐主持 郭詠琴 何文傑 Hello 各位聽眾大家好 在新城資訊台直播 我們今天有經濟午餐 今天繼續有我郭詠琴和何文傑一起主持經濟午餐 在直播室 郭詠琴 我們今天有一個重量級嘉賓 不過身形就不重 很輕型的重量級嘉賓 是羅詠琴小姐 羅詠琴小姐 公職女王之稱 人人都經常見到她 萬通集團的總經理 羅詠琴小姐 Envia 跟我們聊聊天 你好 你好 文傑 你好 你好 看她張卡片 很厲害 不知是太平紳士 同之經勳章 本身也是一個專業人士 你是香港和澳洲的註冊會計師 這麼多公職在身 為什麼你從會計師的入行業開始 又回到香港發展家族事業呢 其實我在澳洲讀大學 每年的暑假我都會回來做委託 因為我覺得工作經驗 對往後的職業生涯很重要 之後我讀完 就考了一個牌子 回到來後 其實我是在一間銀行 做管理建設生 當時我記得九十年代中期 個個畢業都很想回來做這個工作 因為她用很多資源去培訓你 但是我自己後來就結婚了 所以其實我自己對優惠 將人生裡面規劃自己 每一個階段的優勢 我都有一個自己的哲學 因為結婚了 所以我就覺得 我想工作的時間比較輕鬆些 或者不要太緊迫 我就去了城市大學那裡教書 教了幾年書 主要是好像助教形式 教一些教堂 或者一些教堂 真的不知道 因為做會計也有名 要求工作時間很長 是很長 或者銀行也很長 而且你脫不住手 一跟進這個項目 就是幾個月 真的很長時間 後來我爸爸也想退休 還有就是她想我們用一些新派的管理方法 或者一些有系統式的管理方法 去幫忙管理公司 那我就進去幫忙了 所以由結婚之後 就一直在旅遊業那裡 就去由低造起 就是每樣東西都學 所以就參與了旅遊業 都差不多二十幾年 那萬通集團 80年代開始已經成立 是啊 那就是做旅遊團開始 你有沒有真的去帶過團 其實我暑期工的時候 有幫忙帶過 真的帶過 真的帶過 所以那些前線經驗很重要 是真的帶過 日後你管理的時候 你請導遊都知道 什麼人適合做導遊 就是你真的帶過 你真的感受過 其實就真的不同 我記得我十六歲的時候 我爸爸就已經是 扔我們出去做 做導遊 十六歲上個旅遊班 人家以為你是遊客還是導遊 但是工作經驗對我們來說 累積了是很有用 在行業裡 那你參與家族的集團之後 怎樣引入 例如你在會計上學到的 一些企業管理的經驗 其實我主要是看數字那邊比較多 但是整個旅遊業本身 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牽涉很多的板塊 我最初接手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有規模 但是業務比較單一 業務很單一 所以我接手之後 我們就去擴充 或者去攝裂不同的範疇 最初就是做入境遊 就是入境遊 或者做旅行團 接待團 接待團多些 日本、內地、東南亞、來香港 或者台灣、我們國內 台灣的市場比較多 但是後期 我接手之後 我就覺得太單一了 我們就去攝裂不同的範疇 譬如我們會擴充我們的旅遊巴車隊 全香港的樂園門票 或者景點門票 我們都去做一個批發商 另外一些旅遊巴的車身廣告 我們都去找生意 另外就是我們也投資了精品酒店 我們有自己一個精品酒店的品牌 除了我們自己有一個精品酒店去管理之外 因為當時 2003年 受惠於自由行 這個帶給香港的經濟發展 其實就是很多投資者 一窩蜂 去將一些單動式的寫字樓 或者住宅 去改造酒店 但是到一窩蜂改完之後 其實就會發覺 如果你只有50房 或者60房 其實你沒有經濟效應去管理 所以後期我們就有一個管理的團隊 去幫忙去管理這些單動式的酒店 所以我們都是spin了很多不同的旅遊相關的行業出來 那你自己的管理模式是怎樣 找一些專家去做不同的範疇 然後你就負責大內總管去看數 還是怎樣 其實我們旅遊業 人很重要 人很重要 也是一個對人的行業 所以我在人事管理方面特別著脈 有我們自己一個團隊 我就很相信同事 和同事都做了很多年 我覺得在和同事的溝通 大家不停地去開會 去研究我們怎樣做 我們去計算 看看能否做得過 我們都是整個團隊去談 那你似乎將家族的生意就橫線發展 商園、酒店、旅遊巴、廣告等 那爸爸有沒有意見 搞那麼多事做什麼 做好我們的團 沒有啊 我爸爸真的很放手 他一放手就真的放手給我們做 所以其實我們有一個很自主的空間去做 令到我們整件事更加有效益 有沒有用一下互聯網 有的 是的 我們都會有這個 在IT上面 我們都有做的 之前和Envia都有談過 疫情這三年 其實各行各業 都是叫苦連天的 特別是旅遊業界 其實都出不了境 但現在最近就開通了 其實這段時間 你怎樣帶領整個集團 去創新去發展 其實我們旅遊業 在這三年中 是最堅強的 真的傷得很厲害 加上我們自己也有投資 在物業方面的精品酒店 所以無論是酒店 物業 或是我們的舖位投資 等等 整條線都是最受影響的 那真是很艱難的階段 但是我們都很好裝備自己 希望沉著應戰 因為我們估計 開關之後 其實生意是會回來的 你看看你在市場上 你是不是可以捱得住 所以我們在 譬如開園折留方面 折留方面我們有做到 至於開園方面 譬如香港現在推出的 綠色旅遊 或者古籍遊 這些想來遊香港等等 我們都是參與很多 本地遊 對 本地遊 我們參與很多 以前可能比較少 以前比較少 現在都要給一些事 那些伙計做 對 給他們做 賺就不一定賺很多 譬如旅遊巴 以前我們只是做團體 已經是滿了時間 沒有可能接到其他生意 現在我們可能 譬如學校 商會 一些抗疫的活動 抗疫的工作 我們都接來做 那這個真的可以 在疫情中 找出一些 還可以營運的活動 那期望 接下來 阿里加超特首 上了北京 是 那是不是會有好消息 業界明年 準備和決策獎 開關呢 我們業界都有這樣的期待 還有評估 這次 真的講了幾年 這次可能會比較實質 我們未必可能 講到開關 我們相信 可能國內 一些防疫的政策 都會繼續放鬆 所以國內 譬如遊客 始終它是最大的市場 國內的遊客 來到香港玩完 回去都不需要隔離這麼多日子 慢慢去復償 我們很期待 郭榮強慢慢 一通關會回去內地 當然要 約同阿龍泳士一起去 待會休息回來 再見 大家聊天